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就是毕业生们要到处找工作的时候 不管你想要找工作或者说你想要转职 你可能会多方打听到底什么行业比较适合你 那个行业里面又是哪些公司比较适合你 现在保险杂志做的保险龙凤奖 就是针对我们应届毕业生问一问他们最想进入哪一家保险公司 还有为什么他们想要从事保险的工作 连续13年获得保险龙凤奖最高肯定的复方人寿 就是我们的大选应届毕业生们最向往的公司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复方人寿的一个通讯处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究竟他们怎么样增援 怎么样创造高效率高成长率的团队 又怎么样协助他们增援进来的新人能够定着 而且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欢迎复方人寿的富开通讯处 教授好 大家好 我是富开通讯处张凯敦 外号叫小开 目前职籍是处经理 保险年资21年 小开欢迎 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罗宏林来自于富开团队 目前任职于富方人寿 年资17年 年资17年 谢谢欢迎 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富开的庄彦祥 绰号49 然后我现在是业务经理 年资11年 谢谢 谢谢欢迎 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富开通讯处的李允城 以台语念叫李温行 希望我做什么事都温行 然后现在是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的车辆工程系 大四的业检部 目前是业务主任 年资1年 谢谢 谢谢欢迎 好 看起来四位的组合不太一样 有21年 十几年 还有两年的 对不对 一年多 一年多 好 那我想不管各位加入几年 是不是先跟我们跟他们分享一下 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保险业 又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 OK 那当时是因为我是大二的时候就进来的 那我是念北大的 那那时候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那时候就想说有没有有个工作是可以让我雇到家里 然后又可以有自己做理财 因为之前爸妈都是做生意的 没有好好理财 所以导致家里要跑路 那我就想说一定要找个地方是可以工作 然后又可以做理财的 然后不要让所有的亲朋好友像家里这样 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认识我现在的保险主管 那我就想说跟他一起加入 谢谢 是 好 我的部分是我之前是传统的鱼饭业 爸爸妈妈都是从凌晨三点就要出门去 寄用补货的一个传统鱼饭业市场工作 那从小到大就跟着爸爸妈妈在市场上打滚 每天要工作超过17个小时非常辛苦 所以当时快退伍的时候 应援机会认识了我的主管 那他还告诉我说在这行业可以发光发热 并且在短时间之内累积到很高的收入 跟他了解到一些相关的资讯之后 我就决定说相信他 并且一直打拼到现在 谢谢 谢谢 我的部分是因为我从小来自一个单亲家庭 然后我的爸爸在我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这样 然后是妈妈一个人把武汉哥哥养大的 对 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 就幸好爸爸当时生前有规划保单 对 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家算是有一个保险金的后盾 在后面支撑着我们 至少我们在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匮乏这样子 但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发现 好多同学跟朋友他们家里也发生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却他们必须要放弃学业 然后可能要半工半读这样子 对 那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单位 举办的企业领袖营之后 对 参加领袖营然后去实战跟客户演练 那这个过后我就发现 我这个方式可以帮助我的朋友们 然后做好这些规划 万一在发生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像以前的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 所以我就立志要成为朋友们第一个做保险的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远程呢 大家好 教授你好 就是因为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是读汽车科 高中是读车辆工程系 那其实从小就不是很爱念书 所以就是觉得学习一技之长很重要 所以之前好像国三的时候就已经加 就是进入机场做O2这种学习的技能 一技之长 对 那学习的过程中 我爸爸在他39岁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 39岁他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他那时候得了一个大奖 那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 直到长大他才跟我说 他那时候得了癌症 那因为癌症是需要很多医疗费用来做治疗的 那还好他当时就已经在保险业 有帮自己规划很多的保障 那也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家庭继续延续下去 让我跟弟弟可以继续读书这样 那因为当时我才17 18岁 然后我爸爸就问我说 要不要考一张证照 那我就是身为大学生 我可能觉得考证照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证照 所以当时我就去考了证照 那后来接触了这个团队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团队的愿景 是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做自己的主人 做别人的贵人 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个理念 那同时我之前在修车 就是因为很喜欢骑车跟修车 那同时也可以帮助别人的解决车子的问题 那在这边也可以解决别人保险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 所以就加入这个单位 过去我们节目如果邀请团队来谈增援 大概那个方向我们观众应该都熟悉 可是我今天试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请教各位 因为我知道贵公司非常重视公平代课 所以如果从公平代课这个角度 你们觉得贵公司的什么样的增援策略 或者说公平代课的那个精神 吸引你们加入 公平代课 那其实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要非常 公司其实非常的用心 不管是在给业务员所有的舞台 跟资源都非常的多 那第二个是 其实我们比较大的优势是在于 我们是金控公司 所以在金控里面可以让我们 尤其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在走进来了 我们从很多的跨售 例如信用卡 那那个车险的部分是可以 让他们可以马上上手的 那第三个是教育训练 我觉得公司在 非常用心在教育训练部分 那公司扮演的是学校教育 那我们扮演的是家庭教育 那学校的一些新锐跟精锐计划 还有出京两层班这些 加起来将我们单位的训练 我觉得帮助我们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也事半功倍 最后是福利的部分 当然除了劳健保还有团险 这都是给我们很多很多在证据上的加分 是 上位有补充吗 好我补充一下 针对刚刚我们住进你所提到的 关于我们员工团保这个部分 我们针对那个 我们公司针对员工如果有生小孩的话 一胎可以补助十万块 一年补助一万五补助到六岁 我觉得这个是针对现在年轻人想要转职上 也是很大的一个利益 对谢谢 那我针对年轻人这块 就是我觉得公司给年轻人还有单位给我们年轻人很多发展的舞台这样子 因为像我自己的以前的大学是打棒球的 然后在两年多前公司有针对一个业务员的第二专场 像我就是打棒球这样 然后公司有针对这些第二专场的业务员有拍一个形象广告 那这对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对于自媒体或是对于自我的品牌经营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发挥跟一个形象的部分 那余晨你刚刚加入不久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感受应该最深 公司什么制度吸引你 就是因为像刚刚出京我们出京有提到 因为我们是金融百货是金控公司 那其实现在除了本业是售险业 还有比如说车险信用卡 加上我之前可能是在机车厂上班 那车险这一块其实就对我来说加分很多 而且加上车险信用卡开户这种 其实都是年轻人可能刚进来或大学生刚进来 没有专业知识可以比较好融入跟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金控公司金融百货是很大的加分 对 是 以上 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被规划好的 所以急着想要找回自己的人生自主权 那我们休息回来看一下这个团队 怎么样帮助加入他们的团队的年轻朋友 找回人生的自主权立刻回来 让我们的世界里面 以地声试试 可以帮助加入我们的一个期望 好啊 剑市角回来 成功太好了 没有 冬名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走在人生的路上 怎么样选择工作 或者选哪一个工作 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题 这个选择往往就会引导 我们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 都把他们当初做选择的时候 做出来的选择 跟今天呈现的成果 都让各位看到了 我想请教小开 小开处经理 因为其实征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那个困难有很多种层面 包括抢人的人很多 也包括内心有疑问的年轻人很多 等等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贵团会在 人力上面的状况怎么样 跟教授报告一下 目前单位人力大概130个人 那是稳定每年代稳定成长 是这样子 那如果要讨论一下 如果是说怎么可以稳定成长的话 我觉得是在于说 常听人家说养鱼要先养水 所以有好的环境 那就会来了 那在走组织的过程中 怎么样有好的环境呢 我觉得可以从愿景跟文化上去做着手 我觉得好的组织 要从这两面要非常好 永远最吸引人就是那个愿景 那我们的愿景是帮助别人 成就自己做自己主人 做别人的贵人 让这些年轻人年薪百万 存款千万 成为双北市民 这是我们的愿景 那文化的部分是在于 三个文化 孝顺 感恩 回馈 那孝顺永远摆地 对啊 做业务就是做人 懂得孝顺的小孩子 永远当一个熟心向下的 做业务会做不好 我觉得也不相信 对 所以用这样去经营单位 所以人力稳定成长中 是 是 观众你们人力 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不过三位都跟着 小开处经理 刚刚他所讲的里面 你们最认同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单位的 这个他讲那些精神 最感动你的是 我觉得应该是像愿景吧 孝顺 感恩 回馈 然后还有当自己的主人 做别人的贵人 然后那个 因为我自己毕竟是 之前家里有一些状况 就是我爸爸可能得了癌症 那其实 其实有被保险帮助过 那自己就认为说 保险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那同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想要向手心向下 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年轻人 因为我之前在车行修车 很多车祸看了很多 然后也都是没有保险 那我既然加入这个行业 我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发展 分享更多相关的资讯 给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这个很重要 是 那叶祥刚刚也分享到 你的家里就是保险的收益员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 我是企业灵秀营来的学生 那我觉得在回馈这个部分 我觉得小开 初经理带领我们做很多 不只是对于社会 还有对于我们原本的 自己的学弟妹这样子 对 因为当我们是当有能力 可以帮学弟妹做一些事情 像协助他们考证照 然后带他们在工作上面 有实战一些经验累积 其实一方面可以协助他们 先不确定有没有 不一定有没有在受险业继续发展 但是他们在社会历练上面 都是蛮不错的一个经验累积 每一位都有增援的经验 对不对 那如果以红林你的经验 你觉得增援最容易遇到 什么样的障碍或挫折 那促进你怎么样 协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你的组员如果问你 你怎么协助他们 我觉得在增援上 遇到最大的挫折跟困难 不是方法 而是心态 因为很多人是在增援的路上 有流失过的经验 所以不敢再增援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心态问题 那我们常常都会用很多的 举例跟案例去辅导年轻人 针对增援上面的一些困难 比如说如果在流失一个行程之后 我们就会比喻说 谈恋爱难道失恋之后 就不再谈恋爱了吗 这样也不是嘛 对 所以在很多心态方面 只要把心态面的问题解决之后 让他有信心可以增援 并且让他知道说 增援进来之后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带他 是整个团队 整个单位 在帮你训练他 你在忙碌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学姐 学长都可以资源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一个人的专业是有限的 但是整个团队的专业 是可以提供到每一个人的需求 我们在群组里面 只要任何一个人发问 不出十分钟 绝对很多人给予相对的回馈 这是我看到这个单位 很有爱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在心态上 跟技术上都给予一个 非常丰沛的一个资源 这是我的想法 你才能几次恋爱 没几次 没几次就表示可能是 失恋了N减一次 对 难过 别说了 好 那小开处理 你也协助处理这些事吗 基本上如果他们有来反应的话 我都会空出我的时间去做 因为处经理我觉得认为 所有的工作是这些管理 包括一些冲突管理 这也算是其中一种 在其实在单位运作 我认为常常告诉他们 我觉得每一个人世界上都是唯一的 每一个小孩子在世界上 对爸妈来讲都是唯一的宝贝 所以在我增援的理念的过程中 我认为那个人只要一个技能 是你不会的 我们团就需要他 他就值得你做招募 所以用这个心态去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都每一个人 只要有优点都值得我们招募 那他们常会说 其实在我就遇到一些 很容易遇到一些盲点是 每个人都看到因为他的现况 或是他的职业 例如说可能一开始 人家看到黑手 阿诚是黑手 说黑手好像 没有 不爱练书 不太适合保险 因为需要走专业的路线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都会这样 可是常常只要有人这样跟我反应 我都第一个访问他说 请问这个人有什么优点 你可以说出三个优点来吗 哇 那开始慢慢的 可是这个人做黑手你觉得适合吗 我说请问他有什么优点 从这一次两次三次 他们就会开始 从每个人看优点开始 每个人越看越可爱 每个人越看越宝贝 最后盲点就慢慢 这是我在协助的过程中 然后最后 其实最常做就是陪同 他们觉得好像哪边又怎么样了 哪边又不顺了 或是他又突然又没有什么意愿了 我都是陪同比较多 然后去先交交朋友 告诉他我们的愿景跟文化 我觉得最能感动人家 就是愿景跟文化 谢谢教教 阿诚 给你机会告诉促进 你三个优点 你说告诉促进我的三个优点 我的三个优点 因为我第一个年轻 然后热心助人 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可能 因为我可能做业务之间修车就是机婆 看到别人车坏掉 我就想过去帮忙 这是第二个 因为我觉得做业务就是机婆 热心 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 第三个是可能我觉得 因为之前是小开带我 学习这些资讯 那我也觉得我可能进步的算蛮快 因为可能我很想成功 我想要挑战自己 对 这样子 所以这些优点可以 他又优点太多了 因为我只能让他讲三个 讲一下也讲不完 是 好 接下来我们要想的问题就是说 就像刚刚宏林讲的 有可能你增援失败 那些有可能进来以后不久就流失了 这都有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自己怎么样定自己的流产计划 因为我觉得增援没有增进来 这个挫折感没那么大 就你带了他一阵子 然后他就离开了 那个感觉更强烈一点 所以你们怎么样流产 流产 刚刚有提到 其实在整个招募过程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愿景跟文化 如果这个是让人家认同的 他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进来 从在进来面谈的过程中 就会跟他谈他的 我们文化是孝顺感恩回馈 然后是乐于助人的 那你进来你的目标 不管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都要先从孝顺开始 那这个再加上其实 配合公司的教育训练 说真的 因为我们公司每年 不会有一个公司 每年花好几亿在教育训练上 他在每一阶 每晋升每一阶都有一定的 就像学校的必修课程 你没有修是不能毕业的 再加上单位的一些实战 算是家庭教育 有一些基本的SOP 那这个阿诚也是因为这样 而训练上来的 一个黑手如何让他快速上手 一年晋升主任 而带三个伙伴 我觉得是在于我们训练的一些 包括新人特控队 我们早上8点有新人 8点到9点新人特控队 9点早会开始 然后晚上礼拜二晚上有个夜训 再透过企业领袖 加对领袖的部分做一些训练 然后就让我们每一个人 快速上手而定着 谢谢教授 好 每一个新人进到一个职场以后 都需要有非常好的力量 去稳固他们 这个力量才决定了未来这个人 能不能在这个单位之间留住 而且有很好的发展 我们休息会再回来看一下 那背后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才可以做得到 我会不知道 我 我 我 你 作曲 李宗盛 加入一个保险团队之后 进来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够定着 尤其在一个这么自由竞争的社会里面 可能外面有很多单位都在跟你招手 或者你就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在原来的单位能不能够定着 我觉得主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还有公司制度也是这样 所以宏林 你说一说看你个人在流彩方面 做了什么努力或者有什么经验没有 好 针对流彩部分 我们单位一直很推崇一件事情 就叫陪同 陪同不是只有建客户陪同 包含一开始家访也是一种陪同 因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新人的心态是很不稳定的 在初期的时候 很容易受到家长们的质疑 特别的关心 特别的唠叨 年轻人又特别的叛逆的时候 就会跟家人起很大的冲突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陪同新人 到家里去认识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让爸爸妈知道说他来这里 主管是谁 单位环境怎么样 并且会请我们的新人跟家长 讲一遍我们教他的东西 让他知道说来这边不是太晚的 有需要的东西 让家人也可以放心 并且做转介 另外一个比较让我印象深的案例是 我在初期前三年左右吧 我有陪同一个新人去拜访他的客户 那我的拜访的一个习惯是 在拜访前我们都会提前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先演练一下说这个客户的背景 我们要谈什么商品 大家大概怎么讲 我都会先演练 结束再半个小时以上再做事后回馈 那那一次是下着大雨 我们两个骑着摩托车 全身淋湿到客户家 而且那个客户蛮凶的 帮我们两个骂了一顿 其实去完全脱稿演出 完全 并且被客户骂到狗鞋店头 我在当场也是一直陪着客户被骂 陪着业务员被骂这样子 然后被骂完之后 客户气就消了 也就买单了 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种陪同的一种 相互支持的感觉 对 所以那样的案例是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 那听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还蛮不错的 有这么多的照顾 但是先请教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关系会有人想要加入保险业 他要先考过什么证照吗 或者他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另外一个就是18岁是一个很新鲜话题 你们已经有18岁的成员了吗 那个经营保险业的 那个寿险工会有规定 基本的证照要 金融长期与直到的人生保险 产险 然后毕竟我们是金控嘛 然后还有外币跟投资型 这是最基本的五张 那当然接下来会考一些公司 会推一些国际的金融证照 那还有信托 这都是必须要拥有的这样子 那这些证照拥有了以后呢 那 基本的证照这些基本都有了 那刚刚教授问了第二个问题 你们有18岁的成员了吗 哦 因为我们主要 我们像我本身也是大二就进来了 我被拉了一把 所以当下我发誓说 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 我要做一样的事 所以我们满 每年都会办好几次的七月领袖营 有暑假的 寒假的 是 半年的 然后一整年的这样 所以目前最年轻的是93年次 对 所以有18岁这样子 因为刚刚你讲到这个七月领袖营 是 严想还是从那边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 你们还有什么增援管道 我们104也做 然后我们大量的办一些活动 例如我们常跟华山基金会送物资的 创世基金会办活动 那所有的 现在年轻人就是IG FB非常多 然后只要在上面post 我们想要做易购 那那个上下楼邻居随便一揪 哇 来的人就多 那从过程中 也顺便在提醒大家每一个人 我们的愿景 那我觉得我们愿景喜欢 帮助别人 成就自己做自己的准 做别人的贵人 来宾喜欢我们这样的愿景 看待我们之行合一也在做 我觉得他会被感动 他想跟我们做一样的事 我觉得在招募上就并不难了 是 我们在做允城最年轻 那从 你可以坐在这里 还有从你刚刚的讲话 就可以知道你一定是一个表现 非常亮眼的新人 对不对 那你自己觉得你做对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做对的事情 因为之前毕竟是车辆工程系 然后加上小时候也不太来念书 所以其实刚开始进来 还蛮不配看好的 就是觉得你黑手 为什么做保险感觉 就是做不起来 那其实当时的压力也蛮大的 但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付出的努力 是比别人更多 更强大 所以单位是9点就开早会 那我每天8点就到了 就复习前一天所学的复习 然后8点20到9点是参加 我们有个东西叫新人特工队 里面就是新人 我们会raw play 实战演练 结束要请对方给我 三号一改善 就让我知道 我的改善的地方在这边 那我下次进而改善 或许这改善 下次就变优点了 对 那再来是我觉得新人在学习的时候 记录非常的重要 像有一句话是小孩的学习叫记忆 大人的学习叫记录 那从刚开始 因为我对金融相关都不懂 所以我只要见客户 客户说什么 我们聊了什么 下次要谈什么议题 我全部都记录在这本上面 那上面它就是有点类似写流水账 那比如说我这个月见完 我下个月再去找他 我就知道 我发音一下 就大概知道 我上个月跟他聊什么 我们可以前情提要直接开始 这是一来 那二来是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自己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学习 第二个是记录 第三个是执行 第四个是复制 前面的再做一次 那以上四个 我指的都是全力以赴 因为我觉得 既然选了这份工作 要做就做到最好 选了这条路要做就全力以赴 所以这是以上 允城是你带的吗 一开始是我带的 其实因为从面谈开始 就把聊每一个人来 他的生涯规划 他为什么想要来这边 那他想变到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 他也在很短的时间内 找了自己的伙伴 然后晋升 然后我们有办一个晋升星光版 然后允城是带着阿嬷上台的 而且他是十指交扣 然后 他这赶着这赶着 跟女朋友说不赶着 真的真的 对不对 然后带阿嬷是十指交扣 他想把他的荣耀给他阿嬷 这是让我最感动 是 好 那两位虽然都已经过十几年的年姿了 但是想得起来当时你是新人的时候 那时候的挫折是什么 你觉得当时记得吗 或者没有挫折 挫折一定会有 新人的挫折其实很多 如果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 我曾经签过一个蛮大的案子 然后大概不到两个礼拜之后就游退了 那一笔进账可以十多万 对 那我刚刚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提到 其实我年薪最低的时候 第一年是只有十万块 对 所以那一笔薪水就足以抵过我第一年的收入了 但是因为自己处理不当 而导致流失了 当时我大概挫折两礼拜 都不太敢进公司这样子 差点要流失了 对 那时候为什么又回来了 为什么没有离开了 其实我当时真的有去投履历的 真的 那被什么留下来 因为其实旁边这位就是我的主管 他是我支持主管 当时是他有陪我去台中嘉义台南 然后去谈了两个礼拜的case 然后谈了很多件这样子 两个礼拜谈完回来之后 一件case都没有签成 但是我在过程中看到了主管在过程中的付出 然后他很努力的教我很多东西 即使都没有签成 他还是跟我说我们一起加油 所以两礼拜过去之后 我还是跟求职的那一位 就是高阶主管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还是要继续留在保险级打拼 那印象你新城的时候有什么瓶颈 瓶颈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我新的第一年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我的国中同学 然后他是护理师 然后他有一天突然私讯我 跟我说他想要存钱这样 我就好开心 就是新城终于有第一件case这样子 那签完了 那次是因为我是云林人 然后我跟他约在云林签约 那次是大夜班下班之后 跟他约在麦当劳签约 然后签完了回来很开心 然后赚了钱 然后也谢谢他这样子 结果后来不到 不到11个月 我就收到他自杀的消息这样子 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 哇 怎么 怎么这样子 对 怎么这么突然 因为我上个月才看他去蜜月旅行这样子 对 然后怎么发生这种事情这样 那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 哇 那我完全不知道我帮他做了规划 然后有没有帮他做好家里的整理这样 我只帮他做准备存钱 我当下其实蛮紧张的 但后来其实就他们家人还蛮谅解我的 因为就他们家自己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后续也协助帮他们把这个理赔的部分做完了 做完了理赔 那也趁着这一次的这是我人生中 也不到一年的第一次的申雇礼赔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这份工作是很具有使命的 然后从那次开始我也奋发向上把自己真的该学不足的部分 把一次把它补齐这样子 对 算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那也谢谢这位同学让我在这个工作大大的成长一步这样 对 我们这个团队都很有故事 那刚刚提到这个报酬 其实保险业系年轻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说 这个行业可以帮助你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达到你的财务目标 那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 究竟他们的收入 真的可以让你达成你的财务目标吗 那他们最高峰的时候跟他们最低潮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况 怎么样度过 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 不管是人力銀行或者是官方的統計數字 都告訴我們說金融保險業 在收入上面幾乎都是排名在前三名 我想這也是吸引很多年輕朋友加入的一個誘因 我們講那個統計數字沒有意義 重點是你們都活生生的在這裡 可以跟官方分享 你們加入這個行業的回顧 最高的時候領過多少報酬 最差的時候領過多低的報酬 好 那我最低的時候是我第一年進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大二嘛 那時候一年年薪十九萬五 那最高的部分是在最高峰是年薪是大概九百萬 對 十九萬五的時候你日子怎麼過的 那時候是大學生嘛 所以就很省吃鹼用 所以要早一點加入 沒錯 對不對 好 後面呢 我年薪最低的時候是在第一年的時候 第一年年薪的時候只有十萬塊 十萬塊 對 然後年薪最高的是大概前幾年最高來到四百 嗯哼 對 好 約翔 我是最低的時候是剛退伍那一年 那一年十一還十二 忘記了 大概十二左右這樣子 然後最高大概是去年大概一百五 是 對 大概一百五 玉琳 教授你好 因為我年資只有一年嘛 那其實我是從去年二月進來富邦做 然後就是因為前三個月吧 好像因為都在學習其實都是沒有薪水 那其實我當時的壓力蠻大的 那因為之前是在機場上班 所以都有穩定收入 對 所以那個時候心態其實還蠻 蠻沮喪的 怎麼都沒做到 那最高的話可能是我從今年一月到五月截止來說 大概四十二左右 平均一個月八這樣子 所以如果允程今年前五個月四十幾 這樣算是大概在什麼樣的水平 以新人來講算是中上了 那因為他有很高的目標 想要讓阿嬤早一點退休 然後以他為榮 他用這個拼勁 我覺得只會高不會低 是 好 那到我想小開用你的薪水做例子 真的就是很多年輕人很嚮往的這個境界 可是我相信每一位都是從十幾萬 這樣慢慢走過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怎麼幫助這些新人 能夠用最快速的時間 度過這個一開始的這種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儲蓄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還在念書沒有壓力 所以你們通常怎麼樣幫助年輕人 能夠很快速的度過這個前面這一段過度時期 第一個 我們在早上其實 所有的時間都不要浪費 早上八點 然後我們八點二十就開始新人特工隊 利用早上的時間做一些基本的訓練 接下來一整天九點到十點早會 早會結束主管帶著陪同出去每天見三訪 然後請他的朋友或是他的客戶給他一些認證 認證完給他三好一改善 然後再配上公司的一些教育訓練 新秀計畫我覺得那整個過程中可以讓新人快速上手 那我覺得這種還是要主管的陪同 我覺得陪同上感覺讓他有溫度 讓他放心 然後當然主管如果跟著去出手 然後比較容易收單嘛 也比較容易讓他的朋友支持他 這是主管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做家訪 剛才宏林有提到我們家訪的過程中 然後讓新人跟家長去做一些認證 讓他知道他這邊學了什麼 過程中也讓家人知道說他學了這些東西 然後請要求爸媽說你要支持我們阿星 做一些轉介紹類似這樣 那我覺得爸媽通常都會支持他 然後他就會找到比較多有資產的客戶 然後就願意支持他就活下來 這是我們的做法 兩位也都帶新人嗎 有 那你們怎麼讓你的新人趕快度過那段危險期 其實新人最缺乏的就是人脈 客戶這東西 其實只要有客戶進而可以成交 就會有收入 那新人初期的人脈真的是比較少 特別是現在像允城這種大學生 認識的人脈真的不多 所以我們單位除了說原本的教育訓練 公司給的資源之外 我們非常鼓勵年輕人參加 他們有興趣的社團 比如說像四九喜歡棒球 然後他們會有那個騎車的 那有很多人參加書法社等等之類的 透過這些社團用有興趣的方式去經營的話 他們的人脈會增加不少 但是可能不會這麼快見效 但保險業不只做一年嘛 所以他們會慢慢的立竿建議 不能一年就把它做完了 對 葉祥 我這邊比較在初期 初期我都會讓我的新人 從產險開始去出發這樣子 因為產險這個 因為每年都要續約 像車險或者是住宅活險這樣子 那他們每年都要跟客戶續約 等於說我每年都必須見一次 對 然後我們單位也會教大家是說 不管怎麼樣讓他先成為我的客戶 讓他成為我的客戶之後 我做任何事情都叫做服務 對 那如果不是客戶的時候 我給他什麼都叫推銷 對 那透過這樣子讓他先成為我的客戶 然後再慢慢幫他做 健全的家裡的規劃這樣子 其實累積起來也算是還不錯的這樣 宇辰 你現在有多少客戶 我現在大概40位 爸爸有幫忙嗎 沒有 都是自己 你自己做的 對 都自己做 太厲害了 葉祥呢 我現在如果算受險產險信用卡 這一家加起來大概500 大概500位客戶這樣 單純人壽保單大概三四百這樣子 公平呢 我家產險大概1300位左右 有 厲害 我們2000個 是 那你們有沒有自己設定目標 比方說我多久之內 希望能夠讓客戶成長多少人 有嗎 有自己設定這種目標 你們設定的目標是 客戶數還是收入 應該是團隊組織的模式 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像以我來講我有2000個 那其實我再怎麼 一天只有240個小時 那宏林的意思是說 如果平均一個人有100個客戶 那我們有100個人 是 那我們就照顧1萬個家庭 可是我一個人最多也只能照顧2000個家庭 是 很好 好 那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加入保險業或加入你這個團隊 你們覺得年輕人要加入的話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心態 心態 心態 第一個是我覺得意願是最重要的 是 那有了意願以後做什麼事情都OK 第二個是 我還是很喬到手心向下 想要幫助別人熱情 然後孝順這件事情 那任何做什麼事情都要他的目標 他如果是為了他家人而拼 我覺得那做什麼事情都會成功 那也因為當一個手心向下的 那這個新人人緣會越來越好 然後做事情越來越順 自己也會開心 然後心靈上也得了很多的滿足 那就會越來越好 是 我覺得在新人時期 很容易遇到一些挫折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給予他一些比較樂觀正面的 心態去輔導 讓他不要這麼玻璃心 所以在初期我建議新人 如果要加入這行業有沒有 要有比較強大的耐心 然後要有比較強的責任感 不要說簽了Case之後就跑掉 因為客戶最怕的就是變孤兒保單 這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就是新人來說 就是要有態度 然後要有自律的一個精神 因為畢竟我們工作 其實相對其他工作 自由非常的多 那在沒有自由的情況 沒有自律的情況下 其實有時候這個自由會 會有點變成 帶負自己的一個方向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在新人階段 其實我們按照公司的一些計畫 還有單位的訓練 其實陸陸續續都會學習到一些 剛剛前輩講的一些經驗這樣 包括我們單位自己還會有一個叫做 新人奇異之旅 所以是在 因為我們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會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們透過跟訪問辦公室的20到30位同事前輩這樣子 然後去訪問他為什麼進來 然後他這段時間做過什麼最驕傲跟最挫折的事情這樣 其實他在辦公室已經練過一次功了 他其實出去就比較不用擔心不用害怕 對 說 是 好 那抱持一個很想要把保險傳遞給很多人的這樣一個概念 同時有單位或者公司的提供的正向的力量 那我們就離成功不遠了 我們休息一會再看一下這個團隊怎麼樣做 靈魂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貴 把我每個夢想 認真去追 保險呢跟我們的手機一樣 它是一個多功能的商品 可以滿足不一樣的人在不同方面的需求 但是保险永远不会被取代的价值 就是它的保障 就好像手机不会被取代的功能 就是讲话 我相信贵公司在推动 我们的社会大众接纳 或者说重视保险保障价值 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你们自己怎么样让客户觉得 保险保障很重要 我觉得业务员最重要 就是说故事的能力 那我们单位有人是把所有理赔案例 当然把各自遮掉 从身体所有的部位 整理一个资料夹这样 那用所有的案例 然后去跟客户说故事 让他感受到保险的这个重要 这是我觉得在单位有做的这样 但公司也有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有所有收集类似 也是类似这样的理赔 然后当然报章杂志上也很多 这些又当成我们的佐证资料 对 方你怎么做 好 我的部分是我会举自身案例 我妈妈自己在 在我17岁那年就发生过车祸 那当时也是因为 保障规划的没有那么完善 所以导致妈妈还要 那个裹着石膏 除了拐杖去卖鱼 所以当时我就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信念 所以赶快把自己的保安检视 家里的保安检视 那我也用这样的案例告诉客户说 我们人风险无所不在 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好规划 对 你的想法 我的部分是比较激婆一点的 就是因为我会看到 大家会在那个Instagram上面 或者是一些社会群软体上面 po一些他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那只要一发生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需要用到理赔 或者是相关的新闻 我就会马上去问他 说有没有需要帮忙 那你们原本的保险可以理赔吗 或者是你们公司有团保吗 或是学生保险 就是一个嫁妇的心态 然后去问东问西这样 那我觉得久了他们也知道 我们其实不是为了钱去 跟他们问这些东西 我们是为了服务 然后让他们知道 该不能让自己的权益睡着 这样子 是 云辰 你好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是在车厂上班 那其实每天 其实看到很多的车祸的案例 那最常问的就是 请问你有保险吗 就是你有没有保险 但是很多客户或自己的朋友 其实都没有 顶多只有强制险 所以像基本的自己受伤 驾驶人或第三人陪对方的 他们都没有 那像我自己认为 你今天买一台重机都五六十万了 车子可能一两百 一两百万了 那你的保险是不是也要跟着提升 检视一下 对 所以我都会利用自身的车险案例 还有理赔经验 像可能自己爸爸得了癌症 去跟身边朋友客户做分享 这样 对 好 所以保险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做足保障的是一个故事 没有保障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总而言之都是引导到 保障真的很重要 不过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我相信官方会对 一个优秀的从业人员 他自己怎么为他自己 或者他的家人 规划保单 可以让客户参考 可以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不能折掉各自 因为已经 没有 我一年的保费 大概120万左右 那因为我太太 然后我两个小孩 还有我爸爸妈妈 都是由我 那保障的内容包括 我今天有自己买了两间房子 一个给爸妈妈住 一个是我住这样 那有房贷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的寿险保额 加意外险是买蛮高的 然后还有 蛮高的是多 大概3000万 3000万 然后还有长照险 私能险我就 全家都各买10个单位这样子 然后还有住院医疗 这些癌症险都买到最高 这大概是我自己规划的部分 我的部分是 因为我刚入行的时候 才24岁 那时候想要帮爸爸妈妈 增加一些保障 但是因为经济能力有限 所以初期 我都是用定期钱的方式 增加一些基本的医疗补助 那后面能力比较好的时候 我就会增加一些 包含癌症 包含长照 重大伤病 失能等等的 对 包含我当时还在读书的地理的保费 都是我在付 对 现在我全家保费一年 加起来大概快50万 对 全家包括谁 爸爸妈妈 我 弟弟的部分 少部分 对 这样问的意思是 要问你有没有结婚 还没 好 叶翔 我的部分就是除了失能险 基本的医疗险那些 都有规划之外 然后我自己额外还有多 我储蓄险的保单也是买不少 对因为那时候 我们小开出镜 你告诉我们 是你赚的一块钱 不是你一块钱 你存的一块钱 才是你一块钱 所以就是在当业务员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会不小心花太多钱 那就强迫自己把它存起来这样 那我自己的受险的保障有规划到1500万 因为我想 因为毕竟涉妈妈了嘛 那万一哪一天我怎么了 我突然离开了 那至少我留一笔钱 可以好好照顾他的退休生活这样子 对 谢谢 教授好 那因为我爸爸之前就在受险行业上班嘛 所以他其实在我刚出生就有帮我买蛮多的受险 跟比如说医疗 意外 甚至连长照都已经买到最高了 那当然重大伤病这个东西是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自己亲身案例就是家人有用到嘛 那因为重大伤病也是近几年推出的 所以我也是慢慢把我的单位数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那我觉得因为保险这种东西买对买购不买多 出事保证要有理赔 所以我就是觉得年轻就慢慢加慢慢加 所以我会跟身边朋友分享 那我自己目前一年缴的保费 因为我只有自己加像分红保单 储蓄线或重大伤病还本的这种就当存钱 那一年保费大概一个月大概一万五两万 所以一年大概十左右 对这样 好所以各位的保险规划都同时兼顾你真正想要保护的人 那你就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好我想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让各位有机会 跟你的客户讲几句话 同时也让我们各位朋友了解 你为什么会是一个很好的保险聪明员 我跟要跟客户讲的话 帮助别人 成就自己 做自己的人 做别人的贵人 谢谢你们爱我 我也爱你 耶 好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多年来支持 当初因为有你们才有现在的我 未来我会更加努力 谢谢 好 远翔 亲爱的科目们 从那时候十几年前开始 然后还是一个就是懵懂无知的大学生 然后到现在其实十年过去 然后我去年有办了一个我的十周年的感谢祭这样 那期许在下一个十年跟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你们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谢谢大家 是 好 远翔 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 那个我也很谢谢你们大家 借由这个可能荧幕的荧幕前面的你们 就是谢谢你们说 因为可能之前我是黑手嘛 都在修车 那现在来保险业 谢谢你们当初也是这样支持我 这样一直陪伴我过来 那其实我的专长在保险业可能到现在 因为年职才一年 没有到很专业 但我也会一直持续精进自己 帮你们服务更多 那加上我之前可能在机场上班 你只要有车子的问题 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 所以我一定会尽力的在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 继续帮服务大家 所以你觉得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成功 在保险业 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 然后为了家人往前冲 就一定会成功 是 有强烈的动机 是的 然后要求自己非常严格 对 不能给自己任何借口 好 那谢谢四位 谢谢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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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推向我 感谢观看